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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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寒冬中 站了一个小时 终于把她的引楼袋给整来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见到我们四年二的 86岁的老奶奶长啥样 妈妈 进门第一件事 等一下 进门第一件事 妈妈要先消毒 先回去写作业好吗 好 其实孩子很黏人 特别是男孩子 很黏妈妈 所以我每天会给他 布置一些加钱法的作业 这样的话 我就能安心地出去工作了 哎呀 我们要走光啊 昨天晚上九点钟出门 儿子送我到门口的时候说 妈妈 为什么每天这么多工作 可不可以不要工作啊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之后 赶紧就把门关上了 眼泪都快出来了 睡好了之后 妈妈干完活了 好 你起床 好 好不好 刚开始做这个治安酒的时候 一栋楼一百多户 一百多户 就是肯定是 事情是很多的 不停地听着事情 你生怕会漏掉了这个 就是那个邻居的 这个需求的信息 今后去给2403的拿药 把口罩拿去 这个是我们好心的邻居 那天我的口罩没有了 那两天就不能帮邻居们出去拿菜了 所以去给2403送菜的时候 他就给我送了一包口罩 当时还蛮感动的 开下门 2402的 来 点 今天已经接到了八个订单了 这是我出来的第四趟 其实现在每天拿的菜和药品 数量已经比之前减少了很多了 我2802的 希望订单越来越少 不是怕累 而是希望早点疫情结束 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来复工复学 回到集体的生活中 好 给大家送的东西 天也已经黑了 今天的任务已经圆满结束了 希望明天是更美好的一点 感谢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